年輕姐講這我才想起來 有一次去中... 不知道中部 南部 做酒 所以他就整個有一個空地 差不多現場的表演的場子 大約有30幾個團體 而且它是有分什麼布袋戲 什麼... 反正各種戲都有 歌仔戲有好幾台 我們演出是晚上 晚上就是類似公演的外搭台那種 可是它那個台搭得非常近 就譬如說我這邊是一邊對不對 淨存那個地方是另外一台戲 這麼近 就譬如說我只要把旁邊這個布袍 我一掀開我就可以這樣就勾得到你 然後就它很好玩 我們旁邊 我們隔壁那一團是一個 南部還是中部有一團 那個錄音 錄音團 它是歌仔戲是錄音團 錄音團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是對嘴的 他們不是唱現場的 然後就下午他們有演出 所以我們到的時候 因為車子開不進去 我們就拖著東西然後進去 好熱鬧 好多頭 我們就想說英雄很老人 對 很老人 什麼戲都有變模式 什麼歌仔戲 什麼布袋都 結果晚上開演了 可是我跟你講吵得不得了 你根本聽不到對方在唱什麼 我們這種唱現場 因為大家的風聲 都對一對每個地方失眠 壓過對方 這裡還有變模式 對 這裡還有這麼分手 不是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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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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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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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還記得說我上場的時候 我這邊演 演到這邊 因為我這邊看到 我可以看到你嘛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演完以後 我剛好才背對你而已 我就我老婆來看我 我背對你而已 我老婆來了 我一轉身我被她說我小子 我一轉身看我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剛剛回過生的時候 我隔壁是要再看歌曲 結果在我做完身段 我一回過生的時候 我又生回來看的時候 不是啊 又是浪里白條嘛 又是浪里白條這樣 又很清涼這樣 你車在這裡 好臭喔 我從來過了還是 我看著說 我從來過了結果後面叫 呼啊 我想到我可以的 我可以帶回來 從來過了我們就 兩個人就都不敢抬頭 真的兩個人就一直頭頭滴滴的 然後後來他們就把那個 補鏡那邊不是補鏡嗎 就整片把它放下來 因為有一堆男生還沒有上場的 就擠在後台那邊 就很好 就很近 就跨在那邊 就在那邊看 所以這麼多台戲 你們那一台是不是前面都沒有人 都在你們隔壁那一台看清涼 我跟你講 那個是很好玩的 那個畫面真的太好笑了 本來一開始我們是有為很多觀眾 就是喜歡看傳統戲 他還是會在那邊 可是帶一些小孩 是年輕人的有沒有 你會發現很好玩 他們那個頭髮本來是這樣 這樣在哪裡 這樣 這樣完了這樣 然後這樣 這樣 看到那邊 年輕人很疼愛的 然後拿去 她剛才這樣看好了 不然阿嬤很痠 她一直這樣 這樣 很害怕喔 很累 好 來 我們就請維安老師 幫我們看哪些心盤組合的女人 這個搶錢是跑第一 沒有在客氣的 就是說她的賺錢能力 是比人家快速很多倍 所以你有生到這樣的孩子 或是你有這樣的女朋友或老婆 那真的是很大的福氣 首先呢 第一種就是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是在天蠍跟摩羯呢 這是屬於權力欲望比較強的 通常呢 天蠍跟摩羯呢 他很需要擁有自己的空間 而這個空間是他自己的 比如說他以前在麵店打工 他就會想要有一個麵店 他在泡沫紅茶店打工 他就想要有一個泡沫紅茶店 反正他一定要有一塊是他的 然後他可以不用受別人控制 再來呢 上升 還有太陽在天蠍摩羯的人呢 假設他現在做螺絲釘 他賺20塊 老闆賺80塊 大家就呆呆繼續做 可是天蠍跟摩羯會想說 為什麼一樣做螺絲釘 他沒有做80 我做20 所以他就想當老闆 他永遠有這種想法 再加上說我們看到別人賺錢 都只會流口水 但天蠍跟摩羯會覺得說 他會的那個難道我不會嗎 那我學一學就會啦 所以他們天生權力欲望強 就導致他很愛賺錢 這個還滿不錯的 如果生到這樣孩子真的很優秀 如果另外一種是 太陽上是在金牛跟處女的 從小就愛存錢 安全感第一 只要有錢就有安全感 而且對他來講 其實金牛跟處女做事 很害羞 很內向型的 所以他比較不敢寄望在感情 不敢寄望在別人 他比較敢寄望就是錢 因為錢不會背叛他又不會說話 再加上金牛跟處女 通常在人事鬥爭裡 都是敗的那一方 永遠都是爭不過別人 然後在搶男朋友 也通常是弱的那一方 所以他更覺得說 那這些都不可取 我還是賺錢比較好 所以導致對他們來講 錢就是不會說話的另外一半 再來呢 如果你的水星 也就是掌管跟賺錢能力有關在 天蠍 獅子跟水瓶呢 這個呢 天生就愛錢 真的耶 美芸姐就是 天生他就喜歡錢 像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突然有一百萬 不知道怎麼花 這交給他們三個花非常快 他天生就喜歡錢 簡單啦 就把它花在劇團 不夠 要再有夠年 我花錢 劇團的啊 像水星呢 在天蠍的呢 他比較會花在家人的身上 那水星在獅子呢 比較會花在 比如說像你的公司啦 或是沙發啦 或是椅子 讓自己生活享受好一點 那水星在水瓶 比較會花在旅遊 或者是一些衣服上面 但是這三個呢 他都愛花又愛賺 賺了又會花 花了又會賺 所以對他們來講 擁有錢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是 而且他們三個也是 比較敢開口要錢的人 比如說大家是開一百萬 這三個是會開一百二十萬的那一種 但他們是值得的 也比較敢要啦 再來火星就是管行動力 在牡羊獅子射手呢 這個行動力第一名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比人家快一步 比如說大家現在 知道打電話給篤林哥 就有生意做 那其他星座就會說 無所謂啦 現在六日篤林哥休息 但是火星牡羊獅子射手 他六日就打電話了 好 還有 篤林哥也是一個愛強者 他可厲害啦 火星射手啦 你也是沒人家可以去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需要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剛創團的時候 真的被錢嚇到了 真的就是揮了太多錢了 燒錢 其實這個劇團 真的是要有那個理想跟動力去做 你看 趙志強 都新店 對不對 你看狼菇 火星劇團 那都是在燒錢 他其實就是在玩 就是創造自己的夢想這樣 對 不過就是那個夢想是必須要 比那個燒金比較快 對 比那個燒金燒比較快 就其實你看到可能大概一個 晚上大概兩三個小時的戲 可是其實看不到的是看到 錢一直在上面燒下來 對 所以你不得不 像他們問說 最近比如說戲還在拍 那這段時間比較沒有 他們說為什麼那麼辛苦 就劇團為什麼還要拍戲 我說當然要認真一點拍 拍一拍賺錢 公演的時候才有錢花 要不然怎麼辦 而且其實小學 美玲姐有的時候是 拍戲在賺錢養劇團的人 對 在發薪水的人 對 我們對這種私人單位 對 沒辦法 我們不是公家團 對啊 我們這個團沒人家 好心的氣力 你看你有沒有認養我們劇團嗎 剛才不是說對 會很會要錢 我這樣講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對 贊心人士 對 大腿 而且他們這個是水燦的戲 有看有加持 對 有保備 對 好 來 不過要講到美玲姐的故事 美玲姐小時候 曾經遭過這個喪凶之痛 就是哥哥在當兵前三天 就無故就... 就往生 對 結果後來有一段就是 很有情的靈異的故事 當兵前三天 因為我哥哥從小時候 一直到他當兵前 他一直在幫家裡賺錢 他在那種類似像那種合唱團 就是合唱團那種 我哥會打鼓 然後他都是去外面學的 剛好那個樂團就要幫他践行 就說要去當兵了嘛 就去吃宵夜 就完場演完以後去吃宵夜 在三重 結果他們走過一個工地 就是在那個什麼戲院在重蓋 就有一票人賭上來 他是找他們裡面團員其中一個人 就好像有過節還是怎麼樣 就打架打起來 我哥哥就跟他們講 說不要打... 結果喊了半天以後 他就講好 報警好了 結果一回過生 就是腳去扳到那個鋼筋 他跌倒了 他們說他要去報警 就二話不說 把他殺掉 就快圍毆他一個 而且重點是 一聲用那個以前他們說那個 類似不像是扁鑽 就是前面還有兩頭鉤的那一種 結果正中要害心臟 就進去然後整個鉤出來 中火燙 那個時候我媽媽 他們還在演外台戲 她就受傷 根據路人的轉述 她就說有看到我哥哥 她就還是一路爬 她還是爬到那個路口 一直喊救命 可是通通都沒有人靠近 就後來是被他們 我們的鄰居 從他的結拜兄弟看到才送他去醫院 可不可以送去醫院 以前的制度真的很不好 你一定要保證金才要救人 對 然後他錢全部給他的 就是還是不夠 不知道差多少 他就趕快趕回我家 家裡都沒人在 只有一位 他就講說 妹妹 她說你爸爸媽媽 我說去訪問她 她說去訪問她 我也不知道 就有那個白板 我就指給她看 然後她就二話不說就走 然後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晚上我媽媽 他們在外台戲演出的時候 外台不是前面會掛燈泡嗎 那個燈 他說就很玄 就那個時間 就那個花椒 迎親的花椒 就是